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白 今天我们来看短篇同人暖化 咒术飞升 第一弹 这作品是由kok.com老师挥制的哟 感谢老师的授权 很推荐大家去关注大半次元主页的 那故事开始的 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 从某间屋子里传来了细麻将的声音 一只小巧可爱手认真地拿起了一块麻将 哼 哦,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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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麻将中的 五条 老师 嗯 哦,这是可爱版本的虎杖 会和五条老师呢 五条老师和他们一起打麻将 一定会打很多次喷嚏吧 更不用说 五条老师在老一辈子之间也是蛮有名气的 嘿呀 五条 碰 到我了 五条 碰碰 喂 你下次出来 可以不要死我的衣服吗 嗯 这是你在意的点啊 小子 唉 这当然是 可以啊 哦,我看到了什么 我支持苏诺你 每次登场都这样哦 咳咳咳 男生还是要照顾下俗男的形象的啊 咕咕 这次的重点龙物放在了五条老师身上 嗯 想看我再摸镜 可以啊 哦 终于又可以看到五条老师身是美颜 吸回眼睛了 嗯 将 美了吧 等等 这不是我期待的样子 连摸镜都快看不到了 啵啵 在咒术漫画世界里 狗卷鸡的发型总是像马鼠一样形状不一致 而因为机器瞎瞎大大说 狗卷鸡的发型 改了 如果五条很像 于是乎 海带 嗯 沐鱼 呃 哇 别啊 狗卷鸡 别自暴自弃啊 你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啊 他 他在干嘛 哦 哦 可能是突然累了想躺着吧 咕咚 以下是作者对狗卷鸡的简单字节 咕咕 他一开始的发型跟虎杖很像 结果改了发型之后 又跟五条越变越像 让我很困扰 咕咕 身高比较矮 鱼 咕咕 因为虎杖和珍惜太过强颜 导致他变得不起眼 但是他升级能力是很强的 咕咕 很喜欢搞怪 咕咕 最喜欢的饭团口味是 鲍鱼美乃滋 让我们听听当事人怎么说 咦 咸鱼 以上就是这一次内容啦 可以关注kok.com老师的半次元主页 小伙伴们看完 记得订阅大白频道和分享哦 那我是大白 我们下次见咯 音乐 就是这样了 咯 哈哈 até 哈 啊 过 design 而且 咯